你有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,听起来像响尾蛇摇尾巴的声音? 其实是婴儿摇铃的声音,这也是响尾蛇摇尾巴的响声。 与其他毒蛇用绚丽的颜色警告不同,响尾蛇是摇动尾巴,发出声音,向入侵者发出警告。 有人认为,这种声音是为了不让野牛等大行动靠近而进化出来的行为, 它们的尾巴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呢? 虽然都很希望在这里边会有些让人兴奋的东西,但实际上它的尾巴内部是空空如也。 如果用力的话,它会像饼干一样碎掉。 它是由角质蛋白构成的,就像我们的指甲一样,一层一层的像关节一样连接着。 因此,如果你观察响尾蛇尾巴缓慢摆动的方式,就会看到环状关节凸起间的摩擦,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。 要不让我们再慢慢看一遍? 其实响尾蛇的英文名字是Ratto Snake。 Ratto不是铃铛的声音,而是硬物相互摩擦发出的咔嗒声。 这些声音会在角质空壳里被放大,就像在洞穴里的声音被放大一样。 事实上,就像现在听到的这样,如果把响尾蛇的尾巴剪掉并摇动,也能听到同样的声音。 当响尾蛇在捕猎的时候,为了避免被猎物发掘,就会用肌肉把它固定得很紧。 与响尾蛇尾巴相连的肌肉用于尾巴的摆动,它可以快速收缩和放松肌肉。 使尾巴能在一秒钟内最多可以摆动100次,可坚持两个小时。 蜂鸟每秒可以震翅30到50次,对比之下你就知道它的振动速度有多快了。 但有趣的是,刚出生的小响尾蛇的尾巴是不会发声的。 因为你可以看到,只有一节响环,所以无法相互碰撞,发出声音。 小蛇会在脱皮的成长过程中,长出更多的角质响环。 当它成为一个成年响尾蛇的时候,会长到8到10节。 当然与树木的年轮越长越多不同。 它们的响环数目不会超过10个这个范围,因为它们坚硬的响环太长可能会折断。 还有一个,响尾蛇尾巴背后有一个悲伤的事实。 爬行动物学家约瑟夫·斯洛宾斯基和博物学家罗恩·卢俊博士研究认为, 自20世纪末以来,沉默的响尾蛇数量正在不断增加。 随着捕猎者通过响尾蛇尾巴发出的声音来确定它们的位置, 因此不能发出声音的响尾蛇更有利于生存。 像这样不是通过自然选择,而是通过人为诱导,导致出现特定性状的现象。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象。 因为象牙,大象的倒裂增多,所以拥有想象牙的大象数量在增加。 问题是,当无声的响尾蛇越来越多时, 没有听到警报声的人就更容易被响尾蛇咬伤。 人类用的剑又伤到了人类身上。